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人开餐厅的动机不同 他开餐厅是因为家乡家里种菜 他想要用一个方式把菜料理卖掉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动机 后来这个在云林开的小农食堂 不只是帮他家里 也变成在帮当地的在地小农 一起面对食材 面对土地 面对环境 所以因为动机不一样 这家餐厅也不一样 因为它有了不一样的使命感 那我是从木农经验顶 直接跳到自然田这个领域 那自然田就是基本上 不用农药 不吃肥料 那也不除草 有些事即便不熟悉 但不尝试永远不知道 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这边大概有点类似像实验室的感觉 那我把棕枝撒进去以后 我去做记录 然后看什么样的季节 对什么样的作物会生长得比较好 本身很喜欢一些像是动物 生态 环境 那时候在墾丁工作 然后那时候还蛮常去潜水 种田和潜水完全不搭嘎的两件事 但对王健浩浩子来说 却有那么一点相似 海洋里他看到生态的破坏 才突然有个念头 干脆回云林家乡 用最自然的方法和土地在一起 就种田的要求 所以要担心惨不够力 你一定要去工作 你要去干嘛 你才能来做这些事情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是没办法真正实行的 他会觉得你可能没有采收量 可能会病重害会很严重 浩子跟妈妈借来小田地 做了许多实验 那是挨了好几顿骂才换来的 我说怎么用 他弄得有 他弄得有我也没得到 我做过他会做 他不要重来 他就说他做了 他怎么做 好烦啊 浩子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劝妈妈不用除草剂 这让二十几年来 都靠着自己收成 没上过市场买菜的妈妈 很不以为然 我说你吃饭了 你不要让我吃饭了 我们每个月都会做这些外面 我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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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一直在捏捏捏捏捏 他都受不了 他就走掉就好了 对 浩子想靠种菜养活自己 妈妈当然担心 因为实验几年 自然农法的菜 迈向实在不怎么样 你奇奇怪怪的规格 他们是不愿意产收的 不管你的东西好不好 对 只要是外观 不在规格内 他们就是直接就是否定 老天赏的菜虽然鲜甜 但浩子和大部分的小农一样 找不到销售管道 他灵机一动 想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就开一家小餐厅 然后我把我的食物 直接在我店里面 不管是用直接翻售的方式 或者是做成料理的方式 让客人可以直接 接受到这些食材 大概从过中 我妈就一直骗我说 我能给我煮菜的样子 那我就回去 浩子的刀工是从小练出来的 身为总铺师的孩子 他从小就在厨房里混搭 但自从当了农人 他才学会珍惜老天给的一切 切丝方形的话 食材处理小鸟比较漂亮 因为外籍就会被它分掉 那就把它切成一片 那就可以拿一只两半 用就尽量 不要 消耗越多对 所以满进就会觉得够坏 坐在浩子对面的是阿山 两人年轻时一起在异乡闯 他们笑过去的自己 像个废材 在墾丁过着没有竞争力的生活 不过倒也找到了共同目标 绕了一大圈 同样热爱生态的阿山 最后决定和好朋友回乡 一起创业 就是遇到不管什么事情 然后我其实都还蛮常 跟他提问题的 然后他会跟我讲 有的没有的 然后其实他看很多书 他都会跟我讲什么 老子 我真的很崇拜我以前 为什么没有睡着 阿山是农家子弟 直到回来种田才体会 过去爸爸面临的销售困境 几年前浩子提议 干脆开间小农食堂 消化卖不掉的菜 他一口就答应 以前我是比较懒 真的比较懒惰的人 后来是因为觉得 其实有一些事情做了 也不会少一块肉 也不会多花你多少时间 话虽如此 但开店没多久 阿山马上就后悔 当初实在答应得太快 我觉得最难叫做分多 分大多交多这样子 他就是你不能教他 你教他就是否定他 然后他就会 不是那么开心这样子 和浩子不同 阿山的厨艺经验是零 以前光是一颗花椰菜 他处理起来 就是一个多小时 再加上这里收了 不少农友的格外品 外形扭曲 前置作业费工的 让人想逃跑 你人生喔 你买的红色的人生 真的我被工夫生罵过 我叫我不要再买冰水的 我们不吃 这样出去 然后冰水的吃 两人收起过去的乐活步调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他们相信 小农食堂一方面 可以消化自家蔬菜 凭着浩子的精湛厨艺 一定能吸引不少客人上门 因为一开始没什么人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对 两个人就空空 然后站这边 然后这样 不然如何 不然如何 但那时两人可都笑不出来 他们意识到事态严重 浩子每天发想新菜色 但该守住的理念 他可没动摇 给自己有很多限制 第一个不用调理食品 第二个尽量减少进口食材 我很喜欢那句话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次消费 都是为了我们地球的未来做投票 生意起伏挣扎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发现 其实有不少人 和他们有着相同困境 他们或许规模不大 却一样有心 为这个环境付出新意 他为了不做消泡 不加那个消泡剂 所以他的生产线要放慢 那个牛奶速度会变很慢 等他泡泡没了才能盖那个盖子 可是他宁愿做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相近的 没有任何人工味的乳香 配上大把蔬菜下去炖煮 就是一道真食物的完美结合 用他们的牛奶 其实闻起来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香气 或者是特别的味道 可是吃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些牛奶真正的智慧 会全部跑出来 那这是一直我们在强调的 食物真实的味道这件事情 也许还有更多在同温层里的人 等待他们发掘 两人决定走出食堂 踏上找寻小农之旅 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 大概第三次见面 他就 他就爆哭这样 他屁啦 都不要讲啦 就像来看老朋友 蔡秀嘉是先生带青农 在自家种小番茄十年了 这几年遇到的挫折不少 因为本来一箱过去都是固定十公斤重 然后可能你一箱就至少滚八百 或者是以前好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是崩盘一夕之间 其实又撒着口 价格崩盘 他决定自己想活路 去年尝试自己卖 原本想分批慢慢采收 想不到吹起正南风 过了一晚 云里还有三层番茄全都红了 就第三次见面 他可能是农业上有一些挫折这样 他就来交货 聊天聊一聊 他就开始爆哭 那我们跟他也没那么熟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没有爆哭啦 眼光泛红了 哦哦对啦 就说好啦 那你再多拿一些番茄来这样 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说 哪一个尺寸是你最不好卖的 大家不喜欢的 那你就把哪一个尺寸交给我 开餐厅的老板 哪个不想压低价格 浩子的食堂 也不是没有成本考量 但许多事想通了 也就不那么纠结 好的原物料给我们 那我们在做料理的话 自然呈现出来的料理 就会比一般的外面的还要好吃 那客人自然就会回流 那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正向一点的循环 这样子 这个回乡创业的决定 让两人形成满档 回到店里 还得赶紧把农友那里 采买回来的新鲜蔬菜 整理上架 如果你的植物太扁平 那里面其实质疑不会那么多 那这个是张彩兽 你看从那个旁边 那这些东西都是它味道的来源 农产指教所的目的 大概希望的目的 就是可以让这些人有一个平台 可以来贩售他们的产品 他们在食堂角落打造了一个蔬菜柜 摆放的是小农满满的诚意 一开始来买菜的客人不多 推广上有很大难度 就刚刚讲的话题可能会比较沉重 因为农药会对土地污染 对河川污染 然后怎么样 然后客人就会说 然后就没了 就是他会觉得 为什么来吃个饭 还要听这么沉重的话题 对 我不是来放松心情的吧 开餐厅的老板却老是劝人 买菜回家自己下厨 这不矛盾吗 第一颗南瓜卖出去的时候 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你看着它这些农产品的生长过程 对 然后它被买走了 它就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那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 一个很高的满足感 今晚的小农食堂很热闹 这两年浩子和阿珊 也许没有赚到财富 却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就是我们那个 东一中一中的米这样 高雄一次性 牛奶那个不没的 也是单一牧场 然后没有调整的鲜 对啊 然后像是番茄啊 是菜家的 很多人在做很好的事 这件事情本身很好 而且他们把它做得很好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去支持他 东西的品质有比较好 没有错 可是我不是为了那个品质去消费 我为的是他做这件事情的精神 他们在乎生产者的辛劳 也不愧对食材的美味 一路走来的过程也许不完美 但他们没忘了内心想遵循的精神 也没忘了台湾的角落 还有一群人真心善待这片土地